雲南昆明著名景點田池 附近一個屬於二級保護區的山坡 原本只是可以發展養老設施和生態旅遊 但是被揭發有開發商 懷疑違規起了幾百間別墅 嚴重破壞生態環境 張偉聰報導 自從2015年開始 雲南昆明當地一個著名的開發商 就開始在田池旁邊的長腰山 開發一個國際養生養老度假區 計劃建設別墅813棟 多層二合中高層樓房 294座 佔地面積3426畝 是長腰山總面積的92% 從衛星圖可以見到 除了貼近湖邊的一級保護區之外 六年間 整片山坡已經建滿了密密麻麻的別墅 和多層樓房 雖然根據2018年 新修訂的雲南省田池保護條例 二級保護區可以建設養老、健身、 休閒等生態旅遊文化項目 但實際就是掛陽頭、賣狗肉 據內地傳媒找到其中一套別墅的產權證 上面清楚列明 產權性質屬於商品房 即是住宅 而並非養老或者旅遊設施 一間最貴賣到近三千萬人民幣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原生的這種植被 現在已經被這種水泥森林、房秘混凝土替代了 他們開發的房地產大部分都是那種大戶型 而且是高檔房地產 而且是把公共生態資源變成了一種少數人的福利 除了別墅區之外 連根都沒有 只是好像插花一樣插在地上 網民說 這種濃虛作假的行為已經司空見關 更加開玩笑地說 這些官員應該進軍演藝圈 有線電視記者將為聰報道